墙上一幅幅作品无论是绘画或者是照片 诉说的都是淡水的风景 从日剧时代以来 淡水就是艺术家最爱取景的地方 而这次的古博馆年度大展《护尾山海恋》 就收落了从日剧时代以来 许多绘画大师的淡水作品 而在这人手一致智慧型手机的时代 古博馆也希望借由针箭活动 想要来收集民众眼中的淡水 这次特展特别安排了一个 会声会影的一个针箭活动 那因为这次的特展是以淡水为主题 那我们特别邀请 特别收集了从日剧时代到现代的一个 艺术家对于淡水的一些的想法与画作 那所以我们配合这次的特展 特别安排了这次的一个针箭活动 淡水古迹博馆表示 这次的针箭活动主要是征求民众 利用智慧型手机所拍摄的淡水影片或照片 官方会聘请专业的评审来进行评选 而前几年的奖品更是相当丰富 有目前最夯的智慧型手机 相机甚至是七大锅 欢迎民众一起来参加 这次的针箭活动是配合我们现在 现在手机非常的方便 所以民众只要来到淡水 拍下心中的一个淡水的一个图片或是影片 那就可以上传到我们目前的一个活动的网站 那我们的活动网站 我们预计是针箭到12月15号 那12月15号之后 我们会收集所有的一个针箭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会再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一个评选 民众只要到国博馆的活动网站上上传作品 就可以完成针箭的动作 而参赛作品最后也会公开展出 参加的民众更可以获得活动限量的明信片 针箭的日期将会到15号截止 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记得称播为淡水采访报道